早成指望港股後市,香港是錄得新冠肺炎的便宜個案,再加上美國財長耶倫,地率輕微上升是一件好事,這個評論是拖累了星期一港股下跌,而另一方面近期IPO活動增加都凍結了部分市場的流動性。 不過A股市場仍然表現平穩,將會為在香港嘗試的中資股帶來支持,行指的支持位會在五十天線,大概是二百六百五左右,而港股通星期一的淨流出是達到十四億元,其中騰訊和美團是錄得最多的淨拋售,而淨買入是集中在吉里、中海油和潤啤,其中吉里已經連續幾天錄得港股通淨流入,雖然吉里五月份的銷量下降,而且低於市場預期,是對短視股價不利, 不過吉里將會在下半年推出的新車,目前的市場反應都是良好,我們預期吉里的股價會在二十元附近有支持。 而今個股推介會說回高等教育股中國科賠一百九零,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在昨天初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,草案提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要有同等重要的地位,將會推動培養數以一計的技術人才。 我們預期支持職業教育發展政策,將會陸續推出,是利好內地營運職業教育的中國科賠一百九零。 而科賠目標,二零年至二三年每年新增學生一成五,而收入和盈利分別增長兩成至兩成五。 我們預期趨發劑將會來自收購學校有利市場去提升它的盈利預測。 公司目前的估值是未來十二個預測市盈率的11.5倍,是低於過去兩年平均水平的13.6倍。 我們建議趁低吸納,目標價是7元,指示價是5元,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牌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。 提速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其級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,子宮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,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要約,或要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,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 負責不負責。 來自然而言。 感谢观看